来 叔 你是谁 没没没打我 我是他的粉丝了 你跟他干吗 你说你跟那个丁小柔 什么关系啊 他什么时候被咖啡扑 什么时候被绑架 你怎么那么清楚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 不肯告诉你小秘密 我警告你别乱说话 有本事用节目一笔高下 别这么叽叽歪歪 跟个娘们似的 所以素材方面 你一定要去取 你们先出去 好 迟大制作人 有何贵干 你别穿着明白装糊涂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扯信 大制作人 不要总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多累啊 有话直说 或者说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我一定在所不辞 同量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那些照片你拍了发了 破坏的不只是规矩 还有你自己做人的原则 追查下去 不难发现拍摄者是谁 顺着拍摄者就能找到雇主 你雇人拍我和丁小柔的照片 承担得了这后果吗 这句话应该问你吧 你承担得了这个后果吗 什么意思 执行你是个聪明人 那我简单点说 在整栋大楼里 我再也不想再看见你 你在这个位置 走了一个执行 还有一个执行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但至少 先让你走 我走了你却是天下第一吗 如果我不走呢 你有考虑过公司吗 你有考虑过受害者的利益吗 不要那么激动 我当然知道了 照片一旦传出去 对你 对丁小柔 对公司 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甚至 搞不好我自己也搭进去了 但是持信哪 这把牌现在在我手里 还要不要继续赌 取决于你 持信 你不是做事一项号称 你不是说你有执行吗 让我来猜猜你的执行是什么 你想保住爱情杀成暴 还是那帮跟你混吃等死的组员 不 重中之重是丁小楼 丁岗 你别得意得太糟 我不会让你得逞 持信 你不是每把都能赢的 你不是每把都能赢的 做得不好的节目呢 咱们要总结教训 做得好的节目呢 也别骄傲 上一期的爱情杀成暴 收视非常地成功 我们也期望 下一期的收视呢 能够稳中有生 难得这么多年轻人把创意 都发挥在公司里面 这两天 谢谢你对妈妈的照顾 晚上有时间吗 到我家吃火锅呀 好吧 我们在媒体界呢 一定闯出一个名号 让我们占领霸王的位置 各位的前途呢 一片光明 好吧 不懂 喂 明主 怎么了 不好意思 郑郑刚才跟我打电话说 他偷偷买了那个 音乐会的门票 所以晚上的火锅 没事 没事 你去音乐会吧 去不了关 可惜的 咱们下次 好好好 那祝你们吃得开心哦 嗯 老大 老大 下班了 还不回休息啊 等一会儿就走 老大 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 没事吧 失眠吧 还好 要不要 一起去听听音乐 放松放松 我知道 你今天跟明珠有个音乐会 快去吧 我就是陪同 主要是明珠喜欢 记住一点啊 千万别睡着 放心 我挺着不睡 那我走了老大啊 照片一旦传出去 对你 对丁小柔 对公司 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甚至 搞不好我自己也打进去了 但是持信哪 这把牌现在在我手里 还要不要继续赌 取决于你